答,分歧预言,牡蛎和老鼠,渔夫一整天也没有休息,在黎明的微光中,他已经在岸边岩石中间,站在墨西的海水中,把捕捉到的海鲜熟练地升进大楼子里,夜色降临。 在离大海不远的渔夫家里,一只牡蛎遇到了几条鱼,它们被扔在地上,喘着粗气,脸色十分难看,哎,我真害怕,在这儿我们都得死,真没有办法呀。 牡蛎从来没有这样忧伤,她望着同伴们低声地说,这时,一只老鼠从这儿经过,这只老鼠对自己的健康十分得意。 牡蛎准备利用这从天而降的唯一机会,老鼠,请您听着,您的心肠这么好,肯定能把我带到海边去吧。 老鼠看了牡蛎一眼,它可不是傻瓜,不能不想到,这个牡蛎又漂亮又肥大,一定有许多可口的,富有营养的经兽。 马上就行动,老鼠回答,它已经决定要吃掉牡蛎,不过,为了把你带到海边,你的把壳张开一点,你的壳紧闭着,我怎么带你走呀? 我,听你的,牡蛎同意了,但是,它十分警惕地半张半开,因为,牡蛎也不是傻瓜,老鼠立刻伸过嘴巴就咬。 尽管它的行动迅速,但牡蛎事先就预料到了这一步,一下子就夹住了老鼠的脑袋。 老鼠疼得吱吱叫,这叫声传到猫的耳朵里。 猫立刻跑过来,捉住了老鼠。 我们在伤害别人之前,要想到别人也会同样伤害我们。 我们在伤害别人。